全分段胜率垫底 曾经的最强射手 马可波罗究竟怎么了 首先 最近好几个版本 马可不仅没有加强 甚至因为各种调整 导致越来越弱 尤其是不强该版以后 高额的减攻速效果 完美地克制马可 众所周知 马可的伤害技能 全都需要攻速来增加子弹数量 一旦被减速以后 伤害会大幅下降 其次 由于出装和玩法问题 虽然有着真伤加成 但马可对坦克依然很无力 主要还是因为马可的特效 在后期不会堆高物攻和暴击 所以单次普攻 或者说每一发子弹的输出 是远远赶不上常规射手的 而且越到后期越弱势 不仅如此 马可不仅后期不行 前期同样不行 现在都知道马可 在攻速没有堆高之前 足处非常的乏力 在线上都会选择 更激进的压制打法 让马可没有太好的发育空间 其实马可的强势期 就是在中期 其他射手的暴击和穿透 都没有做出来 有身上有攻速的马可 在团战中只要一个大招 就能打出爆炸输出 但是马可想要把输出打完整 还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敌人会不会用控制技能 打断马可的大招 敌人的站位是不是很密集 释放大招的时机是否安全 总之就是既不强力又不稳定 不太推荐 现在用马可上分 最后一会发生了 别人会不会用控制点 就能打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